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外有许多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当中 在现场为您邀请到民进党中央政策会的实际长王毅川 包括了陶影师员于北辰 以及时事评论家他是桑普来到我们现场 同时要连线到美国独立学专家的周明威进行连线 为什么进行连线呢 这是在新北的三重市有一名40岁的吕先生 他是在这个礼拜天22号跟朋友 请往台北市信义区的远东百货保林茶市信义 A13馆来用餐 两个人回家之后双双出现疑似食物中毒 其中这个吕先生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 现在检方站定28号 等于说是在明天要进行二次相验 厘清他的死因 现在初步调查 在礼拜天中午的时候 吕先生跟好朋友 他前往这个保来茶市用餐时 点了有炒龟丫等菜色 当天晚上回家之后双双就出现有恶心 呕吐跟腹泻心剂这些症状 当他们两个人分别前往医院急诊时 这个女性男子很想这个女先生 他的状况比较严重 就在24号也就是说 礼拜天应该在前天的大前天的时候 他凌晨4点52分 他紧急送往了台北的马街医院急诊室 但是抢救11个小时之后 仍然在当天的3点多钟 因为急性肾衰竭宣告无效 急救无效死亡 好我们看到整个事情的发展 我们连线给这个美国病理学专家 赵明威同时也请现场的三位来宾 这个事件之外呢 还有更多的事情 在这个香港的高等法院 宣判的是于平海破产了 那大家对于于平海的印象深刻 他曾经在台北市政府呢 柯文哲主政之下 差一点拿下台北双子星大厦的一个新建权 当时是中央的经济部认为 于平海本身的中资背景 硬生生把他挡下来 如果如果当年没有挡下来 想想看在位于台北市车站 这个地标会不会变成 是另外一个烂尾楼 今天桑普会带来他的精辟的分析 好我先连线给这个明威 好这个赵明威 美国独立学专家 来赵明威你在线上对不对 吴俊杰好 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来明威这个中毒事件 什么他们所点的餐 在食材当中有哪些可能具有的极毒性 怎么会出现有陆陆续续 现在目前有八个人有症状 而且似乎都肾脏出现的问题 你的观察是什么 他不是这个保龄茶室是贩卖素食为主的吗 对这个保龄茶室我们现在看到 他的选用的食材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素食为主要的这个素材 那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确切的资讯之前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议测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整个过程其实速度非常快 意思就是说 他的中毒的这个剂量其实是很高的 那所以因为他中毒剂量很高 所以我们其实就不能排除掉说 他有没有可能会是一些 比如说人家小毒 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不是他内部的 这个食材真的发生问题 这个其实都是有待后续釐清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一点一点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有几个关键我们可以发给厘清 第一个就是说 素食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可能会含有剧毒 这个我们在翻开这些文献里面 这个几十年我们有看到有几个特殊的案例 就是说这些细菌 让我们这个地方先排除病毒 因为病毒不太会造成剧毒性的问题 细菌有可能包括金黄色葡萄酒菌 大肠杆菌等 他都有机会会粘附在这个素食上面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就说 因为这些细菌都会吃下去之后 导致他可能是肚下泻 然后最后导致肾脏问题 那肾脏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他急速的血症 那意思就是说 他细菌跑到身体里面的量 在很短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导致说 他的这个血液浓度的细菌量太高 导致肾脏无法代谢 造成肾衰竭的这个状况 但是这个都是症状而已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往回推 就是如果是细菌 理论上这个菜色 应该会非常的 那个味道会非常的重 因为细菌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不新鲜的东西 它会有臭味 但如果说他在短时间就会造成人 就是性命丧失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理论上他的这个菜 应该是他的味道 这个臭味应该会飙出 那大家闻不到 这个其实理论上来说 应该不至于会 理论上来说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曾经也在这个素食 在几年前我们有发看过一个能力 就是说在这个豆干素食 还有这个龟鸭条的这个包装里面 通常他们理论上都会是真空包装 但是呢因为真空包装 刚好我们的正常概念会觉得说 真空包装很新鲜很明确 它里面不会有细菌 但是偏偏有一种细菌 它称之为肉毒杆菌 就是它的肉毒杆菌萃取出来 这种肉毒杆菌素 就是可以拿来做医美的那个肉毒杆菌 它最喜欢在真空的地方存活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把它拆开来 有可能它就是里面有肉毒杆菌残存 那肉毒杆菌是在所有的毒素里面 它是数一数二最毒的 它只要一点点 它比P霜还要再毒很多倍 所以它只要有一点点 它只要碰到吃下去 就有很高的机会产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症状 包括上吐下泻 呕吐下吏 爱血症甚至肾衰竭 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推论的话 有潜力可循的情况之下 可能肉毒品菌的机率 可能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还是要到最后才知道了 好我这边现在时间是12点19分 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 相当不幸的是 保龄茶室的食品中毒案件 又增加一个人死亡 这是66岁的患者 又是急性肾衰竭抢救不治 那也就是说 累计目前为止 它有7例的医院通报呢 另外一件呢 另外一件呢 我看一下10例 目前呢3个人不适当中 我们看到10例的疑似案件呢 最新的消息 新光医院有一例 急性肾衰竭的重症个案 就在刚刚不治死亡 那新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也证实这个事情 这是医院的家务病房通报 他们他是在11点35分 想救不治 通报台北市卫生局 OK好所以呢 等于说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两个人死亡 还有两个人在抢救当中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益川兄 以目前来看 如果22号陆陆续续已经发生 那我看到的是检方 因为卫福部的次长王必胜 他其实在前天的时候 已经讲这个事态 有一点扩大的趋势 中央应该要特别注意 那中央要特别注意 我们还是要回到 地方的权责机关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讲万安勒令 保龄查室 通通都停业的同时呢 就在25号等于是前天 台北市警察局 他才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 对不对 我看到是前天 我依照那个时间的脉络 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时间脉络 因为我觉得警方 对这个事情的公权力的执行 有没有太过于迟钝 太过于迟钝 你如果 你如果 我们假设 假设现在 前往保龄查室 用餐的是我们的家人 他们一旦发生什么状况的话 你怎么去求偿 你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证据 你没有启动警方的调查 你何来搜证呢 你25号才启动相关的单位 到保龄桃市 去调查去了解 来这个益川兄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发展 这个第一个报出来案例是 22号去用餐的 那现在陆陆续报出来 还有21号用餐的 还有19号用餐的 那22号去用餐 24号新北就通报给台北市政府 那为什么新北通报给台北市政府 因为这一家餐厅在台北市 那这个病人的这个医院在新北市 就做这个通报 那做这个通报之后呢 台北市政府就按照规定 他就去那个餐厅做了检查 工作人员有没有做检检啊 里面的食材有没有弄脏啊 这些课题就进入到那个检查 那检查完之后呢 因为检查之后就发现说 他里面有一些不符合规定 然后就准备罚钱 就到这里而已 好 那可是后来发现说 不对 这个人可能是中毒 那按照目前的规定啊 台北市政府要通报卫福部 那通报卫福部的第一时间啊 卫福部的食药署就发现说 这个事情不单纯 所以卫福部食药署就直接主动介入了 现在食药署遇到什么事情都很紧张 这一阵子的食安危机啊 食安的状况就让人家觉得说 刚刚我已经念到新北市 念到台北市 跨县市 跨医院 跨全责 病人 医院 主管机关 就又要搞到那个 到时候大家都说 照规定我已经跟你讲 照规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次食药署就主动介入 所以他在24号啊 26号 就直接动 就是说这个出手 然后呢 去这些做相关的检查 包括这个医师 通通一起进场了 那而且他们准备 检体了 就是说这一个食者 可能要进行相关的检验 那检验要两个礼拜 好 那可是这个时候的蒋万安 蒋万安是在 这个今天宣布说 这个保龄茶室 这个全面停业 其实保龄茶室 现在在网路上 今天才宣布 今天 昨天 昨天 在26号的时候 对 星期二 那这个保龄茶室的 现在看起来 大概都是只有在台北市 而且它并没有很多间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回头去查嘛 就是说 查是说 这些人到底吃到什么 因为他们 共同的特征 就是去到那家餐厅嘛 那他们吃到什么 那吃的前面有一个叫食材 那食材有部分在新北市 就是食材的来源在新北市 那在新北市的这个食材 是怎么来的 就一个一个往回追嘛 这个追的速度就要靠检察官 就要靠检察官 那因为完毕胜已经想说 这个事情有扩大的趋势 所以陆陆续续各地 刚刚把我小金姐念了 就陆陆续案例就越来越多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 就是说 接下来台湾的政府 面临到这样的课题的时候 真的就是不要再推卸责任 就是说 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多做一点 不要每个人 因为我今天早上我也在看 相关的法规说 这个是谁谁谁谁谁 确实在我们现有的规定里头 卫福部跟食药署 是不用在这个时候就介入了 可是你再不介入 再不介入 新北台北就会又遇到那个 这个是我管的 是你管的 我们要通报什么时候通报你 那干脆又 而且完毕胜有讲一件事情 他说因为现在验的这个能量 台北市卫生局 能够验的能量 验的那种病毒 细菌的这一些 检验的项目比较少 可是国家的这个检验的机构 可以验的病毒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主动 拿回去国家的实验室验 那这个是对的 那就是说也希望 就是说接下来 如果台湾再遇到这种课题 一定要再建立一套更完整的 让人民知道说 以后遇到这种 我们到底民众 我们去吃饭 家人有人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向谁来求救 而不是政府啊 政治人物彼此之间又说 照题规定我是三天五天 然后通报通报 这个大家都没办法接受 是 病理学家赵明威 目前仍然还在线上 来我请教是这个 余将军你怎么看 我特别强调的是 他们的症状 几乎都指向跟肾有关 甚至有多名肾专结线 还有两个人在抢救当中 而且同样都来自于 原版的A13管的保龄查室 问题是当你第一时间 不是刑案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搜证到 来 余将军 对于食物种乱戒 有两个事情要同步进行 第一个抢救 抢救就是救人第一 第二个找出问题啊 到底现在是哪一个食物出了问题 没人知道 是保龄查室的这一道菜 出了问题吗 还是这一道菜里面 某一个食材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食材出了问题 那就不是保龄查室一间的单一个案 这间食材的供应商 如果供应了很多间 那你把保龄查室 热定停业了 其他的还在做啊 所以我觉得找到问题 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说如果台北市 真的你的读物检验的能力不够 赶快求救 现在中央已经下来了 赶快求救 这不是台北市的事 也不是新北市 这是台湾的事 为什么 这一间茶室或是这一间餐厅 或是这个食材 可能吃过的人很多 因为从19号 3月19号一直到3月22号 光是保龄查室 点过中毒人员 吃的这几道菜的人 超过20个人 那么产生症状的人 有9个人 那现在已经有两个人往生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一段时间 曾经去过保龄查室的人 是不是很紧张 是不是很紧张 所以政府赶快要找出 到底是哪一个食材出了问题 你要向上追 要把这个食材给停掉 人民才会安心 否则你光是这个时候 你说台北市不够 谁不够责任 没有关系 责任最后再厘清 赶快找出原因 现在是恐慌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中央赶快跳出来是对的 因为找出问题 要把那个点给停住 而另外就是 每个餐厅我一直在讲 我以前在军中 我们负责大供应的火房的问题 每一道菜我们煮完以后 都会留一个碱体 就是这道菜 今天我出了这道菜 我第一道菜炒出来做 我会留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一人份的碱体 为什么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碱体要拿去化烟 因为人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你怎么知道 它里面哪里有问题 所以每一道菜的碱体 餐厅有没有留 我相信卫福部都有规定 因为以前我们在军中的 我们所有的餐厅 都是比照卫福部的规定 那么这个军中的规定 如果是在一般的餐厅都有的话 现在卫福部很简单 或台北市很简单 把它这道菜的检体 或是当天每一道菜的检体 拿去检验 查出问题来 找出食材的问题 我说这才是 让所有人不要恐慌 不要紧张 而且能降低损害最大的方式 是 这个时间事实上发生 是在上周五22号的时候 那如果依照这个时间序 你知道在26号 等于在昨天 台北市卫生局 等于在昨天他们接获了 在北伊 北伊的附设医院 包括星光医院 包括了三军总医院 这三家医院的通报 有三个人分别在 即使是3月19号往前推 3月19号跟3月21号 到同一个餐厅来用餐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通报 从礼拜天已经有发生人死亡 往前推 有22号去用餐 又接触通报 又往前推 等于19号事实上到餐厅用餐 同样发生恶心 呕吐跟腹泻的症状 于是那个时候卫生局 依照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 他们要命令这个业者暂停 比如说作业包停止公餐等等 这个时候也看到相关的部门 开始启动的危机处理 只是说只是说 这个时候医院跟卫生局 他们采集病患跟餐厅环境的检体 跟工作人员的首部检体呢 要判定是不是食物中毒的同时呢 我觉得这里头 只是停留在医院跟卫生局人员 他还没有 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所谓的刑事案件 等于检警双方都还没有动作 来桑普这个事情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有三个议题嘛 第一个是 这个是原有的那些食材 或者烹调过程中所产生的 还是外面加上去的 就是给人投毒 签面人的案子 还是说他本身食物有问题 这个要查清 就好像呼应于将军说的 要查清问题的源头是什么 第二个事情是 如果是细菌的话 细菌跟化学毒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是细菌高温的烹调 应该会足以把它杀死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毒物 好像一种毒液那种的话 或者一种毒物的其他东西 那个跟细菌的本质就不一样了 高温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 毒物的一些积蓄的作害 那另外一个地方是 公权力会不会比较晚 我比较觉得值得看的 不是22到25号这段期间 是刚刚小圈姐讲到 19 21号都已经发生了 有关的个案 也通报了 我们会不会经意市长一致 可以说到这一些事情 如果有先预以预防 有通报 那之后关停 那去查验 那我觉得有检体 可能是关停那个有关的 那个营业的场所 比方说这一次是保林查诗 那这个情况就会不会继续蔓延呢 所以我看这个地方 救人当然是第一位 但是我看到有关的各方面 都会看到这个并不是 哪一个党派的问题 也不是哪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 而是说台湾要面对 这个整体食物安全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SOP 当有这个地方通报 可能严重度人数到达什么样的情况下 一定要那个禁止它继续营业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们再一次连线给这个 张明威老师 明威老师 因为现在两个人在急救 他们都在使用叶克膜保命 都在加护病房观察 那么卫福部把这个事情 视为重大食安事件 因为台北市卫生局 一方面到现场去记忆查 他们发现了 这个盘子跟碟子疑似有蟑螂的排泄物 等三大缺失 于是勒令停业 当然了 我觉得这时候专家跟卫福部的 相关人员启动调查 所以在昨天 王毕胜次长才说这个事态有一点严重 有扩大的趋势 那这个这番话说出之后呢 我也才看到三重警分局 他们在前天才报警 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来相验 那地检署呢 在今天才将这个保龄查试列为他次案 也就是说 在今天我们看到检方 到今天才列为刑事 刑事案件 也有在今天才启动到现场去查证 查扣相关的一个证物才进行 你觉得会不会太慢呢 这个刑事案件侦办的部分呢 等一下益川继续帮我们做补充 来 赵敏伟老师 因为很不幸又有一位66岁的患者 他呈现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来这个事件赵敏伟老师 确实是这个事情真的很让人出乎意外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想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 还会有第二个人命的丧失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是我们回到这个事情本身 它到底是这个细菌本身的问题 还是说它会不会被人家投毒 那当然问题在于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即使这个餐厅被遮风 我们也看到说可能有这个蟑螂的排泄物 但是问题点是在于说这些东西 即使是细菌 它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造成这个 人的性命丧失 特别是在这么短的几天 两个人过世 那当然我们回推 那因为现在检井在采集这个 这个检体的这个部分时间 其实老实说是稍嫌慢了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 我们要做这个细菌培养 然后来确定是哪一种细菌的滋生 然后造成这个问题的话 往往都需要花超过至少16小时 到甚至是72小时的时间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22号或者是23号 我们才去采检的话 基本上来说我们可能要到明天 或者是后天才有可能得知 到底是哪种细菌污里 所以其实老实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更早之前 比如说在22号之前或者21号 只要有人有发生症状 然后有冲突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及早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种细菌 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 那我们也不见得会有 更多的人命来临备无故 所以其实我觉得时间真的是 在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 中间里面是一个关键 如果说我们可以及早发现 及早我们通报 及早就可以做正确的治疗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 后续不必要的这些口水 甚至是这些人命名 您觉得这疏湿的环节机 有可能有人为下毒吗 如果新北地检署不排除 朝刑事案件来侦办的话 这个部分呢 确实在这个下毒的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还稍作保留 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可以排除 所有的细菌的这个细菌检体的这个 这个裁剑细菌检体的培养 我们如果都可以排除掉所有的细菌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当然这个有人下毒这件事情确实是可以 朝这个发现来进行 因为毕竟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科学的证据里面 细菌要在很短的时间造成伤害 确实这个案例非常罕见 那往往可能会是比如说这个投毒 或者是说 或者是可能的这些这个人工的毒素 这一类型的这个几率可能会造成短时间 然后造成死亡 这样子的几率相当来说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等到最后的结果才能知道 是好来这个宜传反应会不会太慢了 当如果公权的第一时间没有介入的话 这些人民的损失好像变成自认倒霉 来 宜传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24号新北通报给台北 那台北去警察就先罚了钱 那相关的规定里头就是说 如果他认为情节重大 他就可以移送 移送侦办 那是到今天早上 新北新北地检署才把相关的资料 交给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今天早上才前往现场 那这个已经拖了几天 这样算一算就是24知道吗 25 26今天已经27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速度是有点轻忽 所以为什么王必胜说这个事情事态严重 会扩大 所以他其实在26讲的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开始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调查 我们希望来得及 但是呢也不用造成大家太多的恐慌 因为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细菌或者是什么样的病毒 因为根据新北卫生局的说法 说第一时间他们验了伤寒跟利己 然后就说没事这样 我觉得这个态度我就听不太懂 就是说他们有去采了检体 分辨检体 然后检体出来之后说去验了伤寒跟利己 然后就说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王必胜才会说 你们能检验的项目太少了 那如果说这个跟毒物有关 那就国家的这个实验室能够验这些 所以现在为什么卫物部食药署主动进去查这个事情 那至于因为这一家保林这一家公司啊 这是去年曾经爆发爆出说财务有问题 然后这一个欠这个菜商的钱 那所以呢他是不是因为有人要报复啦 有人要干嘛啦 就这些事情就地检署去查 因为包括那些厨师或者是摸过食材的人 或者是食材运送过程 因为所有相关的餐厅内的监视器 已经都全部被培检收走了嘛 所以这个就大家要等 但是就是目前的状况就是 卫物部食药署看到这样的状况 也要同步来启动 就是说相关的这一个检讨了 不可以在以后再发那种跨县市 因为我们台北是生活圈啦 就是说你住在新北到台北吃饭 你也可能在台北就医 也可能在新北就医 所以这两个县市的这个卫生局 主管机关地检署餐厅 就是说这东西搞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讲到这个大家就很烦 然后你看两个县市政府的新闻稿 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几号收到 谁跟我讲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我们是几号就跟你讲了 这个人民都听不清 人民要的就是政府啊 就是一个政府 我现在出事了 然后这政府是 整个政府怎么帮助我嘛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北检 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厘清 那国家的机器进来 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觉得这家保林的 这个停业的时间实在是晚了一天嘛 就24街后通报嘛 26展望案才宣布嘛 那中间隔那天25是什么状况 那显然25还有人去吃饭啊 曾经讨论过说 那是不是他们吃过了 那一道菜不要出 其他的还可以出 那如果说24这个事情 台北市政府就把它列为很高的 这个就是说等级的话 他就直接 直接 他也不用叫他停业啦 卫生局就应该直接跟保林讲说 你就自己关起来嘛 你礼拜一就不要做了 贴个告示说什么今天暂停营业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连这种事情就感觉没有去做 然后全部都按照规则去一步一步再处理 嗯哼好呃张明慧老师要下线的同时哈 因为他现在有会议要开 我是不是 虞将军帮我做补充同时 因为今天有一个重要状况 我请老师帮我做一个解析 老师就是小林制药的红取的事件呢 现在呃因为是日本的小林制药 他贩售说含有红取成分的一个保健食品呢 这也是另外一个食安危机 因为在日本跟台湾都有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现在最新的发展已经有两个的疑似 因为服用相关的保健品而死亡 也通报住院的治疗人数更暴增到106人了 所以呢现在来自于呃日本相关媒体的报导说 这是位于大阪的总部 那小林制药呢同样在关键性22号 我们再讲22号这一天 小林制药呢在22号这一天 22号呢是礼拜几 22号是上个礼拜五 他们旗下有三款的红取保健食品 可能导致这个肾脏衰竭的 相关疾病的相关的症状 经过分析之后发现可能还有一种 非预期性的一个成分呢 所以小林制药的说法是说 他们正在调查这个肾病呢 相关的肾方面的疾病 跟他们旗下的产品到底是不是有关 但是为了保险 他们自主性回收 并且下架相关的产品 当然我们食药署方面也发现 国内有两家的食品制造商 有向小林制药购买这个红取的原物料 也勒令56批全部都收回 同时也停止小林制药 红取相关的产品跟原料的输入 这个事情来 赵明游老师在进行您开会之前 你可以帮我们做分析吗 因为平常说真的 吃这个红取的保健食品 去调节胆固醇的人非常非常多 是赵明游老师 这个目前来说我们观察到 小林制药他们所提供的资讯 那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 他其实跟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保龄查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虽然他都会造成这个肾脏的疾病 但是呢小林制药这边呢 我们可以推估他是属于一种微量 一种绝物质 那这种化学毒素呢 他基本上他是属于这种慢性中毒 导致我们的肾脏 他衍生这个肾功能异常 然后最后导致这个肾脏衰竭的这个问题 那问题是在于说 这样子的东西 他是不是跟红取本身有关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报导 甚至是有一些传言说红取不能吃 那我们当然也必须说 他本身跟红取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呢 有可能是在他们的这个制成的过程 甚至是在后续加工的时候呢 可能在某些环节上面 不小心可能受到了污礼 然后导致说这样子的这种化学物质 跑到了这个成品里面去 然后那当然我们的一般的业者 可能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办法关注到这些特别的微量 或者是这些可能未知的这些化学物质 所以导致说在一般的民众 在每天摄取这种红取产品的时候 那就是逐步的造成累积 到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中毒的 这些症状的人 吃这些批号的 红取产品批号的这些民众 那最长的有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慢性而且是长期的这个 中毒的一个事件 那当然我就建议大家 就是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 使用小林制药的来源 没错 这样子的成品 对那当然对于这个 如果说他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还是要对于这个红取的成品 还是要有信心 因为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的一个保健食品 是的确非常谢谢张敏伟老师 我们标题滚回 谢谢老师帮我们做分析 标题滚回 在现在台湾当下关心的就是保龄茶室的问题 我们标题滚回这个地方因为两个人死亡 而且通报的案例似乎也有增加 扩大的趋势 标题滚回保龄茶室 来这个于将军 要帮我们做补充了于将军 我想保龄茶室这个事情 刚开始最主要是从3月22号 这位往生的先生去那边用过餐以后 他晚上就觉得不是了 所以3月23号的医就已经有医疗记录 可是返家了表示没事嘛 他返家返家以后是在24号才往生的 所以很快啊 等于说22号吃了23号一个晚上 24号就发作 这这个是个壮年了 像40岁上下吗 年轻人 这是年轻人啊 这年轻人 所以你看这么短的时间 大概30几个小时 他就结束了 他的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段时间去过保龄茶室 吃东西的人超过20个人 那报纸都已经登出了 超过20个人 这20个人是不是要主动来做一个检验 然后你吃的菜 你吃的这个点的餐是什么 这要经过筛检 为什么 这个在没有出人命以前 这只是一个食安问题 当出了人命 这就是刑事案件啊 那当成为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 那么整个办案的速度就要快 因为为什么卫福部认为这个事情会扩大 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知道到底造成原因是什么 找不到原因 那如果找不到原因 你现在你是没有办法进嘛 你做一道菜出来 需要加的食材 调味料 佐料有太多了 到底是其中哪一项出了问题 你不知道啊 那这些你不可能把这一道菜里面 相关所有的食材材料全进啊 所以我才说这个动作慢 不是说人民紧不紧张 人民当然会紧张啊 因为我不知道我吃到的 是到保龄茶室才出问题 还是相关食材都出问题 还是这一家厂商的食材出问题 那政府必须要给人民一个安心的 一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 不要再罔顾说自己是市长的面子 没有面子的问题 生命财产最重要 赶快能力不足求援 请中央帮助 最快的速度找出问题来 那么有没有排除说另外被下毒 我觉得我相信检调不会排除啦 因为出了两条人命 出了两条人命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三十几个小时之内 两条人命就这样子走了 那么你说是食物中毒 还是中毒 我觉得这是要厘清的最重要的案件 否则人民不会安心的 一定会担心啦 这是一个在12小时钱财 FB里面 这个刘小姐所发的 我离新闻最近的一次 今天晚上6点多 朋友传讯息给我 才知道我前两天的身体不是 不是单纯的肠胃炎 原来是食物中毒 3月22号 我与朋友搭车北上 下午大约1点56分 我到保龄茶室 信义A13点餐 点了滑蛋盒粉 我拿餐点时吓了一跳 蛋很生 但我还是任命的吃完 当晚回到台南 就已经拉了一次肚子 单纯以为是自己吃冰 是太多了 隔一天3月23号身体昏沉 起床室又拉了肚子 13点出门 买盆栽时间 全身开始了发冷 干呕 最后在路边吐了 冲回家就开始上肚下泄 幸好姐姐放假 立刻拜托她 回来载我看医生 身体无力忽冷忽热 在内科诊所看肠胃科 我跟医生说应该是淡的问题 她也想说是沙门市郡 回家吃药睡觉 直到晚上9点多才起床吃白粥 当时已经吐了4次 拉了5次 幸好吃药隔天就好些了 今天新闻一出 朋友立刻传讯息给我 我实在吓一跳 幸好我只有上肚下泄 幸好她点别家 幸好我有运动身体恢复比较快 虽然还是有点在拉肚子 但幸好一切都还安好 保龄茶室A13食物中毒 hashtag包括离新闻最近的一次 哇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恐怕还要值得注意 但是呢今天有一件重大的事件 值得大家的关注 台北市双子星当年如果没有经济部 投审会立党的话 会不会成为今天的烂尾了 我这么说 我怎么这么说呢 于平海 于平海是香港南海控股 以及中国数码两家公司 最大的控股股东 他之所会成为呃 大家所关注的人物 当然呢他曾经伙同马来西亚的 博威集团标下台北双子星大楼 那时候于平海占了80%的一个股份 博威呢博威集团占了20% 而这个双子星大楼就是位于台北车站 因为最早是好龙斌时代 就有太极双星得标 后来爆发赖宿如所谓的弊案 遭到了废标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 到了2018年 由柯文哲市长呢拍板 拍板由于平海的南海控股得标 但是当时经济部的投审会呢 在2019年把这个案子驳回了 2018年柯文哲拍板定案 经济部呢投审会 2019年隔一年把这个案子驳回 柯文哲呢为这个事情曾经相当的气愤 杠上中央 后来重新招标 由蓝天红会集团的许昆太的得标 只是说历经十几年的波折的双子星的大楼 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现在传出于平海宣告破产 哇宣告破产 来这个事情来三位怎么看 这个桑普先来好吗 好于平海在香港的时候 我在香港的时候基本上他的那个名字 已经大家都知道 嗯 因为他是有香港的媒体叫 香港01 那这个媒体基本上 他在全网有个商业大厦 三层全满的 请了400多500个员工 哇 你想想看这个规模 我觉得比一般的电视台还要多呢 是一个网路的媒体吗 对网路的媒体 完全没有这个电视台 跟那个电台的露出 他是完全是网络的媒体 然后浅从什么地方来 就要看余平海从一开始到现在了 嗯 当时那个茶凉庸叫金庸嘛 对 当时他是要出售明报 嗯 90年代初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明报出售给余平海 当时有跟他竞争是谁 澳洲的梅多 所以他后来就成为亚洲梅多的称号 因为他争吟了梅多 用11港元标到了这个明报的案子 那之后他当然是无鬼运材嘛 要很会那个花钱 那之后呢他也投资很多公司 9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呢 欢迎大家去外资去那边投资媒体 他是第一家 也是最后一家媒体投资的 那个媒体叫武汉有线电视网络有线公司 你查一下就知道 然后他投资了还有传讯电视 他是90年代在香港 昙花一现的一个重要的重点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新闻是在1997年啊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 他是第一组的记者报导 比中央电视台要公布 还要早一个小时 所以他有独家最新的新闻 好 这些能力我觉得说 你不跟中共挂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中共对很多台湾跟香港那些媒体人的那种收买 是早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他呢 你看到就没有钱 就是丢掉那个媒体行业 发展电影院还有房地产 财困也可能跟那些发展非常有关系 那之后最近那个宣告破产 4.16亿的那个港币的欠债 相当于17亿的台币 那破产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解脱 你看一个债务人破产 谁得利 债务人得利啊 债务人得利啊 债务人拿不到钱啊 那你债务人得利 基本上如果他是帮助太子党跟红二代的话 钱就会通过一个叫内保外带的机制 把它弄到国外去 于拼海基本上是一个 我怎么看中共对香港跟台湾的政策呢 所有的东西分为四类也就清楚了 台湾很少这个框架去分析 一个叫红色的 红色媒体 红色机构 包括可能中国银行 以台湾的例子来看 红色 另外一种叫灰色 灰色是你表面上看 白茫茫一遍 拨一拨 基本上它跟中共非常多的关系 那个叫灰色 我们叫灰线 地下党的灰线 那于拼海我觉得是属于第二类的 第三类叫做红心白皮 红心白皮用台湾的术语就是绿皮红心 那这种情况你台湾也找到例子 我不举人名了 第四个就看得到是那种叫 闲棋棱子 就你围棋里面 就是你下围棋的时候 有些棋子你是看起来没有用 关键时候起作用 那些都是跟中共担心连心 部署在总统府 那个我们国军里面重要的部位 四个东西 基本上中共都希望做得到 好 那于拼海基本上是一个叫灰线的商人 你说那个蔡衍明其实是很后期的 就是2010年 2012年的时候 中江案等等是后期的事情 于拼海早就90年代都已经存在 所以我常说台湾真的要了解香港发生过什么事 不是只有吃完买 而是说他有很多的事情 是中共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他没钱的时候 那中共就安插他其他的业务可以发展 电影发展不了了 回过来了 你可能跟周永康案 薄熙来案沾上边这个于拼海 2014年的时候 他就可以跳到可以成立一个叫做 南海控股大地媒体香港01 一个一个经营下去500个员工 哇 延开多少席都不知道了 还有多维杂志 对 还有 多维杂志还找台湾人担任总编辑 多维一个是大家在香港都了解 他跟习近平非常过重胜利 09年习近平要夺权之前的三年 就帮他做很多事 多维是09年一直运营到2022年 都在运营 而且是在刚刚说的全弯的三层的 全层的商业的办公室里面 他画了一个去 专门是香港01这个媒体其中一块 给多维的记者在那边工作的 基本上是两个牌子一个老板 那多维本身是帮中共做很多大外宣 他是个软的 中共的文宣不一定每一次都人民日报那种 他可以用一个非常软的方式 关键的时候转一下 关键的时候扭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媒体的非常重要特色 他管香港01有个方针的 港文版他不管 交给记者去管 你讲林郑月娥 李家超 没问题你去讲 但中国新闻他要记者每一天 把所有新闻对待在岸上 一个一个批准的 事前由他亲自指挥 亲自审查 亲自部署 才给你发中国新闻的 所以他的那个 我觉得他的那个 情况可以给很多台湾人一个警醒 不是只有看表面新闻那么简单 所以台湾有多少的媒体 刚刚说到传讯电视 你知道后面变成什么吗 中天新闻 是 当时的叫做CTN 这家公司呢 当年事实上 我也曾经一度要考虑去前往 那后来在TVBS跟CTN之间 我选择到的TVBS 他一路上看到CTN 当时叫传讯电视 在香港发展 在台湾发展 一直到变成是中天的时候 你不仅真的是捏把冷汗 来 益川兄看到了什么 这个案子台北车站 他基本上就在承德路跟重庆南北路 这中间现在一大块 现在没有盖什么房子 下面是桃园捷运的那一整片 那那个地方 是不是台北市的精华地 当然是 他旁边就叫台北车站 一个都市的车站门口 那个叫门户 那这一个大家想要来吃这一块 所以一开始这个从好龙斌的时代 就爆出这个收费 这个案子就解约了 那后来这一个南海控股进来的时候 他是得标的 就是说第二次标是得标的 那当然经济部投审会要审 要验资 验他的资金的来源 背后是谁 那投审会也验了很久 因为那个要抽丝颇钱不容易 就这一个代表人后面的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后面的资金 那经济部投审会有一个严谨的小组 就每天在审这个东西 那审完之后 当然就发现说不对 这个背后就是中资 那当然 他中资的前面叫港资 那就是中资 那柯文哲就觉得说 柯文哲心里面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要件 这有什么要件 他搞不清楚这个门户 如果是中资 就像前一阵子传出101有中资 要来买101一样嘛 就说如果台北市这个重要的地标 变成是中国人在经营管理 那是很荒谬的事情嘛 所以这个案子就验没过 其实验没过当时 验资没过的时候 柯文哲是非常生气的 柯文哲觉得阻碍了台北市的发展 那后来第三次的时候呢 又招标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 刚刚小薰姐讲这个南天嘛 他应该是做电脑设备的 这个母公司做这个 那现在也很稳健的 再继续往前推嘛 至少他是一个很确定 是在台湾本土 做电脑的公司 所以这整个的案子看起来就是说 从这个柯文哲对这种事情的轻忽啦 然后之前这个前事务就好龙斌 对这一种案子 就是包括这什么行为这种东西的 这国家的门户的这一种大型的 这几起来都几百亿了 这种建筑物的主导权 还是要能够有台湾的本土的来做 那种说国际资金 那国际资金背后是中资是港资 中资以港资的名义进来 这种事情我们当然要小心啊 这以后这一栋也会有资安的问题吗 就是因为台北车站这个 台北车站多少的轨道系统就在这里交汇 是 那所以这一个整个包括在国安的部分 这一栋大楼的经营还好 还好现在是一家台湾本土公司在兴建 如果这个时候是南海控股 看这个案子又全部用又停了 很奇怪 南海控股这样的背景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他 画上一个court必须要特别高度去关注他 唯独在柯文哲 当时还在郝龙斌时代 列为台北市十大建设之一 尽管2013年涉及到多起的一个弊案 但是柯文哲依然当时要把双子星这个案子 标给了南海控股公司 所以想想看想想看 没有当年的经济部同社会把他拦下来 现在的双子星真的不会变成烂尾楼吗 因为于平海宣告破产了 来于将军 我们要看一看一个地方的首长 如果他以后想要挑战更高的职位 要领导国家 要从他地方首长的政绩跟做法来看 如果第一个方首长永远想到获利 这南股控 南海控股进来 我不用花钱 台北市一定获利 台北市一定赚钱 如果你把经营一个城市当成做生意 这叫莫大的灾难 柯文哲不就如此吗 柯文哲八年下来引以为要就说 我还了很多钱 那你建设了什么 没有 因为你挡我 否则南海控股进来 我就不用花钱就可以建设 不要钱的最贵 不要钱的最贵 这就是中国用尽的方式 要来欺负台湾 欺负全世界 于平海 你知道1997年邓小平往生的时候 他的腾讯是全程转播 是全程转播邓小平的 这个所谓的出病的仪式 为什么让他做 因为他是香港背景 他是香港背景 他要平息很多国外对中国的疑问 那时候1997年 中国打算要把香港整个抓进来之后 他要平息很多人对于中国 会不会平等对待香港 你看我这么大的事 让一个港商于平海来做 所以于平海他跨住什么 他从报纸起家 做到这个影音的传输 做到电视公司 最后他连什么 他连电影院都做 那为什么做到最后 他整个南海控股会破产 宣告破产 刚才商务讲的很没有问题 这就是对他好 那那些债权人怎么办 那些债权人怎么办 我管你怎么办的 因为这个人于平海 对于中国来讲 我个人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 他留着他还有利用价值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 他早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 还让你宣布破产 这个人还有用 留着他他香港人的身份 他没有那么红的身份 未来对台湾 对全世界的整个渗透的 大有作用 所以不要把他整爆了 把他整垮了 所以于平海当时 如果真的大方方的入主台北市 把双子星建起来了 那么那我觉得烂尾罗都小事了 烂尾罗小事 他会用这个建筑物 去带更多的标案 因为他从港商经过了这个 他洗资变成台商 变成台商本资之后 他会去标更多的标案 那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中国 中国的做法 用港商的背景 然后后面就是整个中国的力量 推进了台湾 让他洗变成台湾的本土商 这个商人之后 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整个台湾不就被抓住了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1990年开始香港有多少大牌的明星 那全部都到大陆发展 那大家先也看看 现在香港的年轻的明星还有哪些 你点不出来了 因为大牌的明星全部进入中国市场 我现在能够想到香港最年轻的叫谢霆锋 谢霆锋也不年轻 谢霆锋不年轻 也不年轻了 那你看谢霆锋以后香港的本土明星呢 没了 全部进中国大陆 现在你看到华语世界 华语电影 华语歌坛里面 所有能够卖到百万唱片 那种所谓的这个白金唱片 全都是中国人 台湾不是如此吗 台湾发展好的这个电影影视红星 全部都到中国去了 留在台湾的 我告诉大家 留在台湾都有好下场 到了中国的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他就是要用大的市场把你吃掉 吃掉之后 让你本土没有力量 所以我说云平海就是跟他们对于这个电影视红星一样啊 用大陆的资这个资金进来 来帮你建设台湾 建设完之后他就控制住你 控制住你以后 你台湾没有能够跟他抗衡的大企业 他变最大 这就是我跟你讲 当时就想买下台湾嘛 用台湾的钱 用台湾的土地 用台湾的发展 我用香港的商人 买下你的台湾 一步一步的禁逼 整个把你台湾吃掉 所以当时如果没有挡住 现在后果不堪设想 来桑普 如果背后的中资 背后的中国力量 这是 心照不宣 如今呢 中国不想救 中国也要让他宣物破产 这背后 还有我们不为人知的内幕吗 大家都说过 刚刚承接刚刚说的 是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不如骗台湾 骗台湾不如下台湾 所以这几个套路都是共产党 一直以来都用的方法 来去处理 你想想看 如果当年在台北车山旁边 盖了双子性大楼 我们上一次 我们有节目讲到 美国的农场 也给他们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 盖一个高的铜塔 那它上面装了 全时间的那种摄入的设备 基本上你可以全盘掌握 方圆多少公里的农场的东西 而且它可以采集 当地的那些农作物的种子 去逆向工程 把那个基因研究出来 对美国既如此 对香港这个禁卵 它不如此吗 对台湾它希望吃掉 并吞的地方 它不如此吗 你想想看 如果当年双子性大楼盖起来 它这么高 它可以一个摄像的 那个录影器 360度 整个台北 实时所有的东西 都浸在它掌握当中 无论是军事的 非军事的都在它的掌握里面 最近有一个在内蒙 那个朱日河基地 它就把整个台湾不爱特区的整个马路等等 设一个一比一的东西 来演练它本身的攻击防御能力 所以它是在演练怎么样去占领跟侵略台湾 所以中共对于那个台湾的那个侵略野心 死不死的 于平海本身 我觉得它是个灰线的商人 就等于说它表面上 你不可以说它是那个共产党员 实际上用这些人来做事 惹情的人多的是 因为它可以加入很多党的外围组织 甚至跟共产党过程生命 那你这种人 如果你看得到有些这样的人 甲港支 真宗支 用这个套路来去 希望去洗版台湾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看到于平海的那个整个过程 每一次它掉下来 都突然之间可以冒起了 你说它的声望 或者是它的财务状况 下坠的时候 下坠的时候 过一两年 它又那个香港说咸鱼翻身 就整个完全都可以 那个回来的 那你看到好几次了 也不是一次了 这一次破产我觉得也不例外 所以好像于将军的也讲到 真的要好好的了解 这个人本身是中共的白手套 破产是帮他脱困的 他脱困之后 几年之后又一个好人了 而且破产令是仅限于香港 如果在海外 要不要承认这个破产令呢 就很多可以解释的空间 所以我看 这个中共对于那个 媒体的那种渗透 还有那个各方面的 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妨碍 特别需要注意 尤其这种白手套 台湾不只是一个渝冰海 还有其他人 大家要警惕 好 同步要关注的 我相信现在高度关注的 包括了美国跟日本方面 我想请教一川 另外两位也帮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英国包括了纽西兰 指控中国政府支持的 骇客集团呢 那对西方国会的议员 包括民主机构跟基础建设 他们进行一连串 一连串的一个攻击 那么英国跟美国已经寄出的制裁 这是三个国家政府 非常罕见 进行一连串的一个 公开指责中国支持 网路攻击的行为 而且呢他们联手 向北京是要究责 画面当中我们让你看的是 他们公布了有七名 中国籍的嫌犯 我让你看这七名嫌犯的一个长相 他们特别公布 那么这个而且呢是悬赏多少 起诉这七个网军 好七个网军悬赏千万美元 好这是一个我们马上要进入讨论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昨天晚上王毅川发布了这个脸书 金融市长谢国良的这个 被罢免的行动 看起来人数在攀升当中 这其中连数的相关的主要人员 被查水表之外呢 那看起来谢国良是不是有反省的能力 他呢被面临到被联署的一个罢免 最主要是证件跳标争议不断 不仅是他的东岸的商场的产权争议 被NET来提告之外呢 而他在3月29号推出了这个 电动机车的方案 得标厂商没有提具相关的营业项目 那么资本额是一个100万的新社公司 还牵涉到跟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 威肯公关公司 好这两大议题请三位继续帮我们做补充 欢迎到包括了余将军 包括了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 王毅川还有时事评论家桑普 来毅川你先来好不好 我们先从昨天晚上你关注到这个谢国良的电动车这个方案 看起来你好像认为有鬼是不是 各位记得他这个联署慢慢往上累积的时候 谢国良忽然间开了一个记者会 说这个优惠方案改变了 而变得更优惠嘛 他就公布了两个电话 那两个电话呢 我一看那个电话很熟 因为那个电话明明就在立法院附近 那怎么会是基隆的电话 所以当然就很开心打电话去 那个电话一打进去 是一家公关公司 就叫威肯公关 那威肯公关大家当然说 他做了很多国民党的生意 网路上他也自己这样说 可是威肯公关跟谢国良的关系 不只是生意啊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从谢国良申报的政治现金 他大概花了890万 请威肯公关帮他做选举的行销 做选举的顾问 所以他们是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那这一个电动车 他们就去开了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说 就是说要申请电动车的 你就打电话给这一组人 这一组人帮你申请 帮你核定 然后看什么交车买卖这样子 看起来很有效率 这个公司这个标案是740万得标了 那投标了两家公司 一家是20年的公司 一家是三个月的公司 那这一家三个月的公司资本了100万 而这个负责人就是威肯公关的经理 那他得到这个标案之后啊 他就开始去接电话 可是接了三个月只接到100通 100台因为就是没有人要申请他那个方案嘛 那我就去了解说奇怪 那这家公司凭什么本事可以标的 因为另外那一家是很有经验的 我去查了他的评分表 他的评分表里头的工作时机 跟工作执行的能力占了35% 小金姐一家三个月成立的公司 去标政府的案子 在服务计划书里头 要写说我很有经验 要写说我有办法 35分他拿得到吗 三个月没有 这是他第一个案子 可是你知道他最后平均几分吗 他平均是82分 多少 82分 82分 就是说他只配扣了18分 这个大有问题 好那我就去查这个负责人 那这个负责人是谁 这个负责人一查刚好跟这个环保局长 他们是相似 基隆市环保局局长 现任的环保局长 那这案子是环保局的案子 他们已经认识15年了 所以我就公开问说 那请问环保局长 你跟这个负责人 你们认识了这么久 你来当局长 你的朋友开了一家三个月的公司 跑来你们基隆环保局 标到了一个740万的案子 你要不要跟各位解释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就是说照道理去做公家的标案 没有人这么勇敢 成立三个月就去标公家的标案 而且你资本有100万 你有本事去标740万的案子 而且这个案子要求要5个专职人员 一个100万的公司 然后有5个专职人员 而且都进入到基隆市政府 这样的一个标案的设计 我不相信一个三个月的公司 有办法拿到 所以这个环保局长跟这家公司 你们要解释清楚 你们之间的关系 来 余将军这个案子你觉得怪吗 当然怪 其实谢国梁 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都是希望把罢免的这个浪潮给压下去 那么看来不但没有压下去 越烧越大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 这对于市府的一个标案 我们打电话过去 或者是我要申请这个电动机车 我打过去接电话的不是市府 是一家公关公司 那你会怀疑 是打错了吗 是我打错了吗 还是市府有成立一个公司 所以你会让基隆市民 摸不着头绪 这就是谢国梁为什么这段时间 罢免的事情越烧越大 所以他一直讲说 这就是绿营的测意在主动的 他这句话更烧起了罢免人的决心 他说我们检视市长 你是我们选出来的 我觉得你不好 发动者据说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吗 是不是 他自称是小草 是小草 对那当然柯文哲也说 他们是这个测意 是什么 那当然小草也比较难过 因为柯文哲有一个专长 他是随时会转弯的 如果这个罢免的人数破一万 柯文哲的口吻就不一样 做一个市长 做到会被人家罢免 那自己要检讨 柯文哲随时可以转弯 所以完全不用去怀疑柯文哲 所以那天我碰到小伙 我跟他说你们不要难过 你们不要难过 你们曾经支持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会转弯的人 所以柯文哲在这一局面 只想刷存在感 但谢国梁要如何治疚 我觉得谢国梁 你当的是基隆市的市长 你当的不是基隆市 公关宣传的董事长 你必须要回归基隆市的机制 基隆市是有组织章程的 你的环保局 你的秘书处 他每一个单位 都有公家所应品的公务员 他是可以做事的 可是你不走自己的机制 你去走外包 Net也是外包出了问题 微风也是外包出了问题 现在连电动机车 又回到了这个外包的漩涡 你为什么一定要外包呢 你做不到不要做嘛 基隆市又不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很有钱的城市 他不是 他是个小城市 是个小城市 就用小规模的方式来做 你本来做电动机车的预算 就不够了 你还要切一笔钱出来 找公关公司来代工 这不对啊 这不对 所以市民会怎么想 做不到不要当市长嘛 对不对 如果都可以外包 要市长干什么 我都外包就好了 找一个统包的公司来统包 全部外包 所以谢国良让人家感受到就是 你没有能力治理整个基隆市 而且想尽了各种花招 不管是什么摩天轮啊 什么超跑的一个展示 一个火加年华 或者是电动机车 透过什么40岁到20岁 一直在改变 现在全基隆去问他 没有一个人搞清楚 这个电动机车的申请 要怎么申请 所以难怪三个月才有一百个人 这一百个人打过去 有几个人获得了正确 而他需要的资讯 所以我就说 谢国良他没有这个能力 去治理基隆市 而只是想一些办法 能够冲高声量 哗众取宠 这才是被三海拆凉行动的年轻人 而且年轻人发起 去联署的都是成年老人家 70岁60岁的 所以谢国良要担心 这些人是不是长期都是国民党的核心支持者 如果连这个年长的人都去支持这个三次海拆凉行动 那么第二阶段谢国良才要担心 因为第二阶段 年轻人会把网路的力量化为世界力量 第一阶段都是老人家 所以谢国良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是老人家对于你务实的态度有了疑问 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年轻人要发挥他冲力的时候 不要再搞这些花招了 回归市政做好市政让市民有感 否则谢国良你的火灰越早越大 超越党派做应该做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不惜去请议 不管是张善政对于前任的桃园市长的请议 或现任的谢国良对前任的基隆市长林友昌的请议 我相信在超越党派当中 许多事情都可以去化解的 而让你这个地方父母官更接地气 那我想请教是桑普包括益川 这个议题是大家所关注 我们子母框所开出的是 英国美国纽西兰同步在指控中国骇客 攻击整个民主体制 这是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对西方国家 等于说你们你们这些中国政府 所支持的骇客团体 等于对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 民主机构跟基础建设一连串的攻击 所以呢祭出这个制裁措施里头 非常罕见 有三个国家共同发表这个声明 而且支持公开指责中国支持的网路行动 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澳洲同时澳洲并非这一次攻击的行动目标 但是他们完全加入这一次谴责的行动 因为这是美国司法部包括了财政部跟国务院 就在前两天联手针对中国政府的骇客采取行动 而且司法部已经起诉七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七名的中国籍的嫌犯 来这个桑普先来然后一川大哥好不好 来桑普先来 网路攻击行动基本上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破坏 另外一个是窃取一些重要的秘密跟资讯 那你看那个解放军有一个叫福州311基地 是在那个战略资源部的一个重点 他是对台湾去做有关的那个网工的一个重点 那你看到在刚刚小军姐讲到 那个美国英国跟很罕见的纽西兰也站出来 因为纽西兰一直跟中共中国是过重生命的 那新的那个卢克森总理基本上比较硬起来的 但是他说不会制裁但是要警告中国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 英国跟美国就比较深重 因为英国它涉及到是 他抓了两个人一家公司 涉及到是侵入国会系统 还有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几百万的资料 你看看我们那个中央选举委员会 会不会有些资料被中国害进来 我觉得很注意 美国更严重 14年的时间都是在那个7个人 刚刚你讲到那个照片里面看到的7个人 7个嫌犯 14年时间都在对付那个美国的事情 他们叫APT31 APT31是一个行动的代号 基本上是侵入到国会的系统 那个在当地一些批评中共的人 比方说我在美国的话 他用这个地方来网工我的系统 他们发一个恶意的电子邮件 到你国会山庄议员的办公室 助理还有那些用来批评中共的人 那批评之后他就可以 偷里面的资料了 或者说甚至用病毒 能够使你破坏掉你所有的那个记忆体 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方式 非常的恶心 所以他们做这个目的是为什么 是要在关键时候起作用 他未必是 那恒常每一天都在偷 偷是恒常在偷 但破坏 不是每天都破坏 一到选举要你当机就完蛋 所以当如果还有人在推动 境外不再集投票的话 你这些事情根本不再是这么简单 而是放任中共可以改造台湾选举结果 没错来两位来 益川先来 最近我们在讨论立法院要不要设资安长 那就能问说立法院有资安吗 当然有资安 立法院的资安 立法委员所有的电脑 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iPad 只要在院区 如果有能够侵入到立法院 立法院所有国会助理 每一个人用的电脑 全部被人家看到 那还有什么国家亲密可言 他连这种美国 英国 纽西兰 中国都敢要害进去 那对台湾呢 对台湾就刚好而已 不是吗 他连美国 英国这种强权 这种是世界很大的国家 而且对这种网络的这种防止攻击 是很强悍的国家 他都敢害进去 所以这个题目看到就都对台湾来说 这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那台湾现在在这资安这一块 现在目前国人还没有很 很有把握很有信心 所以不过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对资安这个课题 台湾一定要一起加进去 如果台湾不加进去 站在旁边看说 他们被攻击了 他们被攻击的同时 可能台湾也已经被攻击了 来 于将军 其实跟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包含澳洲跟纽西兰 其实他们当然要担心 他们中国人渗透进去的 那已经不叫渗透了 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的网路 说不定就是中国人把他们建制的 那要从中间去破坏太简单了 那你说台湾 台湾我讲嘛 你往前看八年 台湾中国话多严重 非常严重 甚至还要开简体所谓的对照表的字典 所以你就知道中国话 其实为什么美国第一个跳出来 美国之前多喜欢孔子学院 现在他把它当成一个渗透美国的一个据点 甚至禁止了 现在说我学中文跟台湾来学 所以我才讲 中国它对于资讯渗透 它有两个单位 一个叫做讯息战专业部队 专门打军中打国军打国防的 另外一个叫讯息战的专业单位 那就是政府机关 组织开始给你做渗透 中国是花国家的资源 在养这些单位 那么这些人散布在哪里 全世界 跟中国越友好的国家 他的人是布得越紧密 因为他用他的资讯 用他的置入行销 用他的网路骇客的方式 让当地的百姓误认为中国是好朋友 你被他渗透 被他吃豆腐 被他占有资源 你觉得你占便宜 大家想想看 八年前的台湾是不是如此 所以我才说美国已经觉醒了 美国真的是被打得很痛 很辛苦才觉醒 希望台湾已经从里面走出来了 不要再走回头路 是 他们指控中国所支持 这些骇客团体 有长达14年的行动 他们协助中国 比如说经济去窃取 跟掌握外国情报的目标 同时我看到美国制裁中国 国安部幌子公司起诉 这个七名网军当中 悬赏千万美元 那制裁这家公司叫做 武汉小瑞智科技有限公司 那为什么这家公司呢 呃 掩护非常多起的恶意供给的行动 而且这家公司有关的 呃 像赵光宗跟倪高斌 这两个涉嫌入侵美国的国防 航太跟能源等关键 等关键的基础设施 包括了有一家为美军制造 这个飞行模拟器的国防承包商 那么这两个人跟另外五个人 遭到司法部以涉嫌入侵电脑 电信诈器起诉 国务院同时宣布 对这七个人呢 悬赏一千万美元 好非常谢谢三位在今天直播中 加入我们讨论 也谢谢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 太多的事情值得大家关注了 也希望大家呃 在看小君超音plus 不管直播或影片的同时呢 呃支持我们 现在呢 让我们突破三十亿万的一个订阅 慢慢的超越我们的会员制 也超越了两千五百人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把长广告至少看个三十秒 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 制作更好的一个内容 谢谢于北辰 谢谢王毅川执行长 包括了桑普 谢谢在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会了 拜拜 各位海内外国人朋友 小君姐最近给您分享快山榜金油 因为对我来讲 它帮助非常的大 有时候呢 在小手的空间 包括一个办公室 或者家中呢 透过来这种金油的烹雾器 让你瞬间释放所有的压力 也包括了 它可以帮助我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 那么这家这是一个 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创办人呢 李清勇先生跟黄祖秋抗力 他们长期的因为厉害的爸爸 他不断地进入森林 然后吸取这个芬多金 觉得非常的舒畅 那舒缓呢 他这个病痛 于是有一天 他告诉孩子跟媳妇说 可不可以把森林带回家 于是展开了长期的研发工作 透过了他们有效去运用 这种高级快木家具 剩余角料所提炼 属于台湾味道的金油 而长期在社会方面 他们呢 提倡所谓的减碳 提倡直数 快山榜 他的金油 带领台湾进入 另外一个所谓的绿化的世界 以及森林的世界 我使用它 让我宛如置如在森林的感觉 所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我们提供的优惠码 也让观众一起来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